公主作为古代帝王的女儿,几万千宠爱于一身,真正的天之娇女,能够在古装剧中饰演公主的女明星,无不拥有着脱俗的气质和精致的容貌。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那些古装剧中公主,看看哪位公主的装扮,让你醉一不开眼。 赵丽颖,在蜀山战记之剑侠传奇中,赵丽颖在里面出演了女主角玉无心,这身装扮可谓华丽得很,再加上赵丽颖那时候的妆容,感觉很是霸气,整几个人严厉的感觉,这双的偶像剧好看,古装也不错。 早期在太平公主历史中,饰演青年时期的太平公主,相比之下,感觉少了公主的气势,而多了几分平民的感觉。 看来郑双眼这种身份最贵的公主还是趁些火候啊。 无限,因为怒含的高人气,《假天记》这部剧也有超级高的关注,无限在《假天记》扮演的洛洛公主,积极乐观,为人很庆和并且仁慈。 深受观众的喜爱,不得不说,颜值也是很高的。 林昕如,秦室皇妃中的楚国公主马富阳,是林昕如演过最玛丽苏的公主。 马富阳容颜角色,武技超群,艺术高明,聪明勇敢,总之所有美好的形容词,都能用在她身上。 不过林昕如演这部戏的时候状态不太好,造型比较老气。 李庆,她在《楚教传》中,饰演的是原纯公主,最初也是一个活泼可爱,天真善良的女孩。 但经过逐多变故后,却开始变得阴险腹黑,不让人又爱又恨。 而李庆也凭借着在剧中,出色的演技,向观众眼前一亮,让人对她的喜爱之情,越来越多。 陈玉琪,在《锦绣未央》中饰演的拓拔迪是北威公主。 天真善良活泼可爱,一直喜欢李敏德,面对李敏德的忽恕和冷落,虽然生气,但是一直没有放弃。 后来发现李敏德心里,一直喜欢的是李未央,虽然嫉妒却从来没有伤害过李未央,最后终于感动了李敏德,两个人结为夫妻。 迪丽热巴,热巴在2016年的《班淑传》传奇中,是一眼楼兰公主。 在剧中热巴的一双大眼睛,看上去灵动又俏皮,满身都透着一股青春洋气的气质,只是这造型,服装太老气了。 张娜拉,在刁蛮公主里面饰演的前巢公主,非常的善良,顽皮,简直太可爱了。 可惜现实中本人太座,情上帝,因一句话遭全网吐槽,以至于被封杀,看了这么多,你觉得谁演的公主,才是最好看的呢? 欢迎大家在下面评论区给小编留言哦。